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嘉宾小薇 31岁来自安徽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葉 30岁同样来自安徽也是一名职员 来 掌声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孩子是三岁半是吧 对 现在主要对他不满意 就是对孩子不好是吗 他对孩子不怎么上心 怎么不上心呢 我生完宝宝 刚回家住几天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月嫂 月嫂是光是白天班的 后来他就提出来 他说我白天工作 大概比较危险 夜里不能陪你了 做什么工作的 电工 电工那是比较危险 需要精力高度集中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当时因为 个人的身体原因 我自己一个人 可能喂不了奶 就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把宝宝抱起来 然后呢 我才能给孩子吃一口奶 就是身体的原因的 我就跟他说了 咱们就换一个 24小时的月嫂照顾我 然后你晚上你睡你的觉 他就当时就不同意 惹我当时很伤心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发生矛盾 这有什么 这不过去了吗 三年前的事吗 当然我就觉得 他为什么就是不同意 找一个月嫂来照顾我呢 那后来谁照顾的呢 后来他就在这个部门 他就说那我不干了 他就赌气 他就不干了 不去上班了 然后还是他照顾的 是不是他照顾了吗 但是他情绪上不好呀 他就是心里面 他就老是觉得 是因为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 他就比较太熬人了 而且又爬高 在家工作的时候 领导对我也有意见 我就说那不行 我换个地方 之后呢就说这个是 他的工作是因为我的原因 把他这个工作搞就是没有的 事不也过去了吗 也照顾了不就完了吗 然后月子里的孩子小便也比较多 他就说要不是呢 不要两个小时换一次 不要四个小时再换一次 他说因为那个尿不湿 没有尿透 第二天早上呢 我就发现呢 他就没有给孩子换 孩子屁股就气红了 现在长大没 长大了呀 那三年前的事 你现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觉得起孩子出生 他就开始就开始不上心了 就也不想着怎么去 当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他就不懂得父亲 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哎呀呀 这个帽子可扣大了啊 他不去学习 就像我们现在有了孩子以后 肯定网上知识也多呀 还有跟老师都学一些 科学的育儿的理念啊知识 怎么样去带这个孩子 他从来就不去学习这些东西 你举个例子 你什么观念上跟他冲突 他什么观念落后了 比如说吧 孩子生病 就是一直咳嗽 大概是一两个月了 他到医院门口就想买一个玩具 不是哄孩子开心一下吗 我给他买过之后 他就讲我了 当时在车里面 当着孩子面 他就跟我吵架 讲我惯着孩子了 不应该这样给他养成 那个一直买玩具的习惯 是常买玩具吗 是常买 我家儿子咳嗽 他不就肺炎吗 就是一天两个 也不是一天两个 就是带他去医院的时候 医院门口肯定有点卖小玩具了 就哄哄的开心 他说想要给他买一个 这事不就买个玩具的事吗 也不是多大的事 没毛病啊 真没毛病啊 我一家之言 我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买不买玩具的话呢 就是给孩子有好的沟通吧 是买还是不买 不买也可以跟他沟通好 也不要就是那种私心裂肺的 他非要买 你就是硬给他抱走那种 他硬抱走了吗 没有 他没有跟孩子沟通过 你沟通就是了 我沟通的话 他跟我发生矛盾呀 他觉得我惯着孩子了 对啊 明白 还有什么不挺好吗 这爹 没毛病啊 然后就是孩子现在大了嘛 我们孩子上那个找教 我还有网上老师就讲 每天爸爸就是陪伴孩子 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我就给他降低要求了 我说你就陪伴15分钟吧 但是他这个他都做不到 这是为什么呀 也不是我做不到 我一过去了 我一让爸跟你玩 他就对我说 我不要 那你是人陪少了 对 这个我承认 我确实做的那个不对 但是我以前陪的少 是因为我每次自己带他出去 只要他一看到 我给小孩假如弄一点 小孩不开心了 或者怎么样 你过去自己带他出去 我带过了 挺棒啊 他很少把偶尔到楼底下 然后他让我带去 有一次吧 我带小孩下楼玩 他就要买玩具 我也给他买 我说的 你自己看 看好了以后买 买了第一个 拆开了以后 来就我不要了 然后又拆一个 然后他还要第三个 我就有点 我说的不能买了 然后我家儿子就开始闹了 然后正好他来了 他看到我 儿子哭了 他就把孩子移抱走 打个车 跑到丈母娘那里去了 回娘家了 从此以后你就 不太敢带孩子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 我就是 我不想跟他争吵 我们不是 这一个事情 就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 我们那工作比较忙 有的时候早上一大早 出去了 大概六七点回来 然后回来以后 我老婆是比较讲内生的 有一次我记得 我坐在沙发上 然后衣服我就换 我儿子就是走过来 想派我呢 然后我就记得 他说的 反正说的 我以后 你也挺委屈的 我有时候 我就不想待了 实话实说 他讲的话呢 有些呢不符合事实 我怕孩子去摸他的沙发 是因为他一直 睡在这个沙发上 因为他有脚气 我怕孩子的手 摸到就是这些脚气 什么 孩子就喜欢 手在往嘴里面送 对吧 万一染上这个细菌 不是会生病吗 他又不太注意这个人 所以我才会讲 如果孩子靠近他 他没有洗手 或者是他脚 没有穿袜子在那边 我跟孩子讲 我说你过来 你不要理 所以老伤心了是吧 觉得被嫌弃了是吧 还有啥呀 没啥呀 还有就是孩子在 四月底五月份的时候 有一次比较危险住院了 为什么住院 孩子就是金爵 金爵当时打了120 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那时候 一直就是生病不太舒服 后来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我就想带他 到商场活动活动嘛 活动活动 他在那个淘气宝里面玩 就是蹦蹦蹦 蹦横了 大概下来以后 自己走两步就金爵了 金爵当时我们就打了120 送到医院 当天晚上呢 孩子危险 就有一个仪器 放在孩子身上 医生就讲呢 这个孩子就是 一夜就要观察了 就是大人不能睡觉 就是一个人看着仪器 一个人看着孩子 有什么异样的 这个情况发生 当时就是我和我妈妈 在那儿就是盯了一夜 他租了个床 就是在病房外面 还没过一会儿 然后他就开始打呼噜了 就是孩子在出现 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这个心太大了 怎么回事 怎么能睡呢 不是的 那时候小孩 他在吊水的时候 他就一直就是睡觉 中间我也在一直忙 就是睡觉的时候 医生讲就要观察了 他就如果再发生 这个抽搐的情况 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就是因此 一个人盯着孩子 一个人盯着 那个仪器上的数值 到什么数值要变化了 要赶快就喊医生来 那仪器上面的数值 不是到了警戒线 自己会叫吗 会叫 但是你要喊医生 但就大人要去 家长要去到办公室 喊医生来 这个有几个人啊 病房里我和我妈妈 不够了吗 叫什么劲呢 照顾儿子是他儿子 不是我妈妈的儿子 那你就让你母亲出去 让他进来吗 你们轮序就完了吗 他没有这个心 他看了孩子 他把那个病房里面 这个不代表他不爱他 你这太较真了 他能不能睡着呢 我觉得他儿子有生命危险 他还能睡着 还能打呼噜 我觉得他就是 心不在孩子上面 如果我觉得我的孩子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了 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这个危险了 我怎么还能睡着着觉 我就算几天几天不睡觉 我也能睡着觉 所以我其实挺好奇 一件事的 这个孩子不舒服 为什么还要带他 去做那么剧烈的运动 不是剧烈 孩子间不舒服 已经有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到医院去就诊呢 一直在看病 孩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他就是受凉了 肚子胀 受凉怎么会引发惊觉呢 就是到现在医生 也没查出来这个原因 那你查呀 又到南宁儿童医院 我们在孩子休息了 一个月以后 就会不劳 对 你查呀 但是孩子没查出来的原因 就是现在儿童医院 所以重点是你查孩子 不是跟他较劲呢 我孩子查出来 我就觉得他不上心呀 那他要怎么才叫上心呢 最起码我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在盯着你孩子旁边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 我要问了啊 如果宝宝病了 一家人全都累倒了 怎么办 谁照顾宝宝 这是男性思维 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个 轮休制度啊 我觉得我母亲是老人吧 应该是先休息吧 对吧 那你直接说嘛 你说妈你先休息 来你过来老公 咱俩看不就完了吗 他把身上喷了一声的 花露水的味道 在病房里面 会呛到小孩子 这个呼吸道会有营养 你说回家给我换了衣服进来 他不是换了衣服 他怕自己被蚊子叮呀 你说回家去把衣服换了 进病房这件事很难吗 他不会同意的 他就说 你失了吗 我如果说 不是究竟嘛 你不要摸花露水 这真是较劲的 你太较劲了 好 说说他对你好不好吧 咱把儿子放在一边 婚姻是你们俩的事 他对我不好呀 他对你不好 说他怎么对你不好的 我生日 他去给他一个同事过生日 还在自己微信上发了一个 祝某某生日快乐 就他同事的名字 是吗 为啥呀 但是他自己的生日 他从来不会忘 他自己大半 又去唱歌 又去请客 所以基于此 他对你不好是吧 对呀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了 对这个家 你对这个家还有心吗 没有心 我还不会把工资卡 什么都交给他 他这个人是比较急的一个人 就比如说 什么事吩咐你做 你就要立马点 好 马上去 你不能说等一下 你只要一等 他就要上火 所以有时候我就 他就我就说好好好 行 那你想怎地今天来 跟他在一起吧 我就觉得对这个家不负责任 除了就是给我们点钱 没有这个爱在里面 没有这个心在里面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也没有像那时候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那种感觉了 所以呢 你要干嘛 我就希望他每天 能抽出一点时间 多跟孩子交流一下 他是没有时间 还是他不会交流 这是两个概念 他不交流 他不交流 孩子在一旁玩 他就在一旁看手机 他以前带孩子 就是教孩子来 来个游戏来 我们俩一起玩 叫手机上游戏 你干的 你带他出去玩吗 我怕争吵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出去玩 他现在就是 他如果要带儿子的话 儿子不愿意跟他出去 如果我不去的话 不愿意跟他爸出去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你能告诉我 他不愿意跟他出去 那就是我陪的 那你做了什么 我陪的 那你可以不陪啊 我不陪儿子就不愿意 儿子硬会要 要妈一起跟的 对 所以你也没招是吧 因此你得出的结论 就是儿子不爱他 再推导过来 是因为他不爱儿子 首先是对 他肯定孩子又单纯的 又没有什么 极大复杂的思想 首先他跟孩子交流太少了 导致孩子 现在不想跟他在一起玩 行吧 各家有各家的观点 委屈吧 还好 还好 心还在吧 没想离开这家吧 没有 没觉得这老婆烦吧 烦 肯定有点烦 然后呢 我就想 就是我们两个能多沟通 你说你想怎地吧 我就是想让他 多学习一点知识 你是说我诉个苦就完了 还是说真想听一听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走 要听一听老师怎么讲呀 听听老师怎么讲 你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吗 愿意啊 行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真的太过于关注孩子了 你讲的这些育儿的最新的理念 还有这些方式等等等等 没有错 可是还有一个观点 你没听说过吗 就是如果孩子 你给他过度的关注 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我们可能 大家铺天盖地地来 都是一些什么西方的鱼儿理念啊 什么先进的什么早教啊 这个啊 那个什么胎教啊 什么的 就把我们每一个女人 都搞得很紧张 就觉得这一个孩子 好像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可是回想一下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是这样长大的吗 我们不一样 现在很健康地 坐在这站在这吗 如果你所有的事情 都这么一是一二是二 叮是叮 卯是卯的话 这日子没法过 我刚才听你所有的叙述 我总结了你几个点 你有三少和三多 三少是什么 对于丈夫鼓励太少 理解太少 关心太少 三多是什么 抱怨太多 较真太多 要求太多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是一个格局非常小的女人 每天就盯着一丁点的事 所有的胜败得失 都在这个里面 觉得这个圈子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把自己孤在这里面 如果什么时候 这个女人能够突破这个圈子 那她的人生才真正开挂 才能得到幸福 你一直说 爸爸对孩子的陪伴少 你每天这么抱怨 每天对孩子这么说 耳濡目染的 孩子自然而然会怕爸爸 你想让爸爸带孩子 单独出去玩 然后孩子说不要 你就陪着去 那你觉得这是鼓励的方式吗 那你就是告诉孩子 有靠山啊 你不想跟爸爸去 妈妈就会陪你的 所以你觉得 你的这个育儿理念对吗 我也不知道 你看那么多书 看到哪去了 孩子怎么样 能够幸福健康地长大 最重要不是说两个人 全家人 把所有的关注点 放在孩子身上 而首要做的是 夫妻的幸福感 如果夫妻两个人的幸福感 是高度的话 那么孩子自然而然 每天都会是快乐的 你们两个人 连交流都没有 你的孩子会越来越胆小 尤其男孩子 因为每天都有一个 碎碎念的妈妈在耳边 一直这样说 一直这样说 她不光胆小 性格懦弱 她而且可能以后会 比较偏女性化 所以你想要改变这种状态 首先你要先改善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得到改善之后 孩子才能在这样健康的环境下成长 明白了吗 还有丈夫 我觉得有一点 是值得你反思的 就确实是孩子为什么会怕你 这个你回去好好想想 为什么 接触孩子 或者说跟孩子交流的方式上 是不是有一些改善 妻子可能确实有她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面对问题就回避 你不能以逃避的方式躲开这个家 你也要适时地想办法去解决 在心理学上 你这种的人就是冷暴力 你知道吗 遇到问题我不解决 好 出现问题了 我害怕 我躲开 我怕我们俩吵架 我不想我们俩为什么会吵架 不去解决 然后就先躲开 所以这是你需要反思的问题 我也知道可能确实 有很多次长时间的积累 导致你现在这样长时间的回避 但是如果想要关系改善 我们的家庭能够幸福 那就两个人朝一个 共同的方向去努力 单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可靠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你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女人 阿宗 你不愿意 你能再去解决 你会以为我 噪到什么 都是什么 大家 让我来解决 我来解决 我来解决 你我来解决 我来解决 你跟你个假的 我解决 我去解决 你 你还是把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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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作为一个男人 我是很羡慕女人能够生孩子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女人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机能 所以导致她天然地跟孩子要更近一些 而父亲却总是表现得像一个外人 父亲接受孩子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对于父亲而言 孩子就是另外一个人 第三者 因为她没有享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孕育的奇妙 所以恰恰是因为这种生理机能的不同 会导致父爱和母爱有截然的不同 母亲爱孩子就像爱自己是一样 所以她相对于感性 不计一切后果 但男性就不一样 父亲对于孩子的爱 她更多地理解成是一种义务 所以她考虑得更理性 而不是不计一切后果 是以结果为导向 如何对孩子更好 同时危害又是最小的 她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果导向 所以恰恰是因为父爱母爱的不同 父亲和母亲生理结构的不同 所以导致母亲是孩子天然的守护者和翻译官 你应该去促进孩子与父亲之间的沟通 因为你更懂孩子 你能够了解孩子的压压血语的过程当中 它要表达什么 你应该翻译给父亲听 并且不断地去促进父亲和孩子之间的交流 这是你天然的义务 母爱像糖一样细腻而又甜蜜 父爱更像盐 深沉而又苦涩 比较难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千万不能那么焦躁 你应该处理好这其中的一些关系 因为你跟孩子相对于来说 更像一家人 而父亲要融入境绪 需要一个过程 我的孩子第一次说一句完整的话 是我妻子教了他很多天 这句话就是爸爸爱你 当我第一次听见之后 我再也不嫉妒 孩子跟母亲的天然的接近 而老是对我说不要 因为我长得也挺凶的 跟他一样的 所以我当那一刻 我是特别感激我妻子 因为她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她在享受的那种天然 跟孩子的亲近的过程当中 她更多地想把那一半分享给我 所以让孩子更多地接触我 比如说爸爸很忙 比如说爸爸天生就不太爱笑 但是爸爸是最爱你的 这是母亲天然的义务 你不应该在这这么焦躁地去指责 而应该做好孩子的守护者 沟通的桥梁和翻译官的角色 但作为父亲来说 应该积极地去融入境绪 你不能老实说 孩子既然跟母亲近 既然大家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 那么父亲就应该近而远之 更多地去考虑一些外化的事情 如果你尝试着融入境绪 甚至扮演一个妈妈的角色 你会感觉到由衷的快乐 千万不要认为 既然有生理性的差异 那我们就应该各分其责 不是这样 你也可以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 所以其实学习如何去爱人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急不来的 而且我也十分地反感 把所谓的育儿和对于孩子的交流 把80%甚至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那些所谓的书本和理论 我认为80%应该放在自我反省 不断地跟孩子的探讨 你会有惊喜和收获 20%放在学习那些所谓的理论上 要知道那些所谓的理论 写那些书的人 甚至好多人自己都没有孩子 却天天在做什么所谓的 育金子教育 写什么这个那个 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去学习 但唯独做父母这件事情 还是要自我学习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知道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才真正地回到了孩子的世界 我们自己当孩子的时候 慢慢成长为大人 我们慢慢地接受了成人的世界 却逐渐地失去了童真 不会去关注那些孩子真正关注的东西 而只有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才会发现 我们真正地回到了孩子的世界 我们愿意看他去玩泥巴 我们愿意去看他那些玩水 一些在我们看来十分无聊的东西 到那一刻我们发现 我们的人生真正地有了意义 而且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其实孩子是父母的老师 我们在逐渐地学习的过程当中 失去了作为人的直觉 更多地长于技巧和所谓的心计 但是其实直觉是技巧的老师 而孩子恰恰擅长直觉 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孩子学习 所以三个人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不能狡猾 当父母多么快乐 又何必去吵架呢 做好你的角色 建立好他跟孩子的交流 主动地融入进去 对 不要因为孩子而改变我们 原本应该有的幸福和夫妻关系 孩子应该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 怎么处理好需要我们的智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糖真情60秒 我觉得吧 就是迷奇我们两个谈恋爱这么多年 然后我觉得他对我一直挺好的 就那时候家里面也反对 我还得要嫁给他 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一下产生矛盾 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就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否定 然后今天来 听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的改变吧 让他以后就是更加促进他们父子两个人的交流 给他们父子两个多提供一些桥梁 好了 别哭了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哎哟 挺好的调整一下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哎 谢谢 别着急呢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会改了 放音 以后也会好好好对你 好吧 你别哭了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重心的这种原因 先拿着手呗 说了半天你听懂没有啊 听懂吗 直接帮你翻译一下吧 这是拿着孩子说事儿让你多关心他呢 我理解的对吗 啊 以后直接说嘛 你说你抱我吧 别管孩子了 孩子我管 不就这么个意思吗 回去吧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好 我和你保鲜剑 请你保鲜剑 网友提问 现在也对我越来越老淡 我到底该怎么办 约定是对于将来的一种憧憬的美好 如果有一方毁约 说明他的憧憬已经破灭 又或者说有更好的美好 吸引了他 美好这个东西要靠自己的领悟 如果只靠你单方面的努力 为他描绘的话 总有一天 他会认为这是一种欺骗 我们的节目是由 要把11倍11倍10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10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10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睛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